哈喽大家好 我是揪威小舟 最近因为疫情我们都待在家里 几乎把周边所有的餐厅的外卖都点过一遍 前两天我看新闻说美国的一些米其林餐厅 也都纷纷推出了自己的外卖 诶 上了新级的米其林餐厅 他们如果做外卖到底能做得有多好吃呢 有一些小伙伴可能对米其林餐厅并不是非常的了解 这里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 众所都知米其林是一个做轮胎的厂商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厂商 他们推出了一本米其林餐厅指南 通过这本指南他们把餐厅按照级别 分为了一颗刀叉 两颗刀叉 一直到五颗刀叉 那刀叉之上就进入到了米其林的星级餐厅了 按照星级又分为了一颗星 两颗星 一直到最高级别的三颗星 全世界目前能够平上米其林三星的餐厅 一共都不到100家 全美国几乎有10万间的中餐 但是只有两间中餐拿到了米其林星级的餐厅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看米其林的星级外卖 到底有多好吃 走 我们今天去的这间餐厅叫做Dialogue 是一间位于Santa Monica的米其林一星的餐厅 而我现在手上拿的就是米其林的餐厅指南 米其林一星意思就是在同类餐厅中 非常杰出的餐厅 平时呢他们的晚餐价钱是接近250美金一个人 那我们今天在网上点的这个叫做Shoprip Wellington 它的一份外送价钱就非常的亲民 只需要49 另外呢再加上5块02的税 所以最终的总价是54块02 这个价钱对于一家米其林一星的餐厅来说 绝对谈不上贵 我现在在给商家发短信 商家说让我到了路口之后呢 短信他 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要打电话 这家店呢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的神秘 他们没有一个正式的大门 他们会给你一个code 就是一个密码 你输入密码你自己去找这个门 就在这里 这是1B佛林顿吗 是 谢谢 谢谢你 谢谢我们支持我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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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的包装都非常的简单 就是基本上我们在普通餐厅能看的那种纸质的包装袋 包装袋的外面呢 沾了一个收据 另外还有一份是他们的菜单 菜单呢也非常的简单明了 它上面写的叫三个course 就是有三个不同的菜 有很多的餐厅包括米其林餐厅他们都会选择用蔬菜沙拉作为他们的开胃菜 我们会觉得会闻得很重的醋味 那美国人呢很擅长的就是用醋作为沙拉的一个调料 嗯这个呢沙拉的感觉 除了你吃的嘴里是酸的之外 有酸味之外 你还能尝到一股很重的就是麦味 他们放了很多类似于这种有点像小麦的成分 说实话其他我并不能吃出来太多酸 因为我毕竟是个肉食动物 叶子呢吃够了 现在呢直接进主菜 整个的惠林顿牛排呢按照商家给的指示重新加热过 当他用饭盒装的时候就会觉得 怎么说呢少了点米其林的那种高级的味道 换了个盘子之后是不是感觉瞬间高级了一点点有没有 其实我对米其林餐厅非常的期待 但是他们做的外卖 毕竟脱离了餐厅 所以到底好与坏 我觉得还是说实话有点忐忑现在 切开的时候还是感觉到整个外面的面包皮 现在还是一个非常酥脆的状态 里面的状态好像有点过熟 哇这块牛排 已经做的well done 就是十成熟了 但是你还是会觉得这块牛排非常的嫩 也许是牛排的部位的原因 我们通常来讲去那餐厅里去点牛排 很少会点十成熟的牛排 我能接受的 最熟的程度可能就七成熟 一般我会点五成或者五成的或以下的 我们来看这块惠林顿牛排的横切面 面包皮呢大概有我的小拇指这么厚 里面夹的是一层 是这种一丝一丝一条一条的条状 你整个惠林顿牛排呢其实量还是非常大 外面的这层面包里面包的满满的都是牛肉 高级餐厅那有太多的一些礼 是让你在这些餐厅里面吃了非常累的部分 现在把米其林餐厅拿回家之后 最好的好处就是你周边没有人 用手来吃米其林餐厅也无妨 好吧那前菜和煮菜全部吃完了 我们现在呢再来尝试他们家非常有名的 cheese cake 整个的cheese cake的cheese 已经全部都融化了 上面有一层黑色的部分呢并不是它烤焦了 而是一层应该叫焦糖状的这种状态 哇 整个cheese cake在你嘴里入口计划 非常的creamy 上面这一层黑色的焦糖的部分呢 到你嘴里之后会有种脆脆的口感 再配合这种气象融化的cheese 在一起就是一种软硬结合这种感觉 我觉得他们家甜点 比他们家的主菜和他们家的头台都要好吃 非常有趣的是 在他们菜单的最下面写的一条 在别人偷掉你的甜点之前 赶紧吃掉它 也是一种美食幽默 就告诉你他们的甜点真的很好吃 好我们最后来对我们今天的这一顿 米其林一星的惠灵队牛排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Dialog这个店呢 是一个在洛杉矶非常有名的米其林一星的餐厅 但是不得不说 他们的东西拿回家之后呢 并没有让人那么的惊艳 除了他们的甜点之外 50美金的价钱呢 对于一家米其林一星来说绝对不算贵 这是一个总的来说 还不错的这么一个外卖的体验 好我是Gio小钟 一个从美国出发 带你订阅通关的美食播主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呢 请给我一个三年的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